三级师和三空姐一起做这种事,照片流出公司大幕直接开除,监视器曝光,这不单纯。 欧洲联航瑞安航空在全球超过800条航线,日前因为班机研幕的关系,导致20名机组人员包含空服员,机师只能挤在一间办公室内,因为疲于等待,三级师三空姐直接打得铺全区睡在机场办公室地板。 事后几人席地而睡的照片在网络上疯传,网友纷纷抨击并表达对瑞安航空的不满,认为他们没有善待员工,让他们挤在办公室里面,一时之间有许多人发起巨大活动。 图翻设自推特,瑞安航空做法却令人傻眼,在照片流出后,公司一气之下将六个人全数开除。 并声明当天已经有派人将员工送往贵宾室休息,隔天也加派了其他班机将员工接回来,但这照片的流出已经严重破坏公司形象,所以选择开除。 员工们则不满地透过工会表示,当时公司的却有让几个人前往贵宾室,但这已经是至少五个小时以后的事情,这期间除了必须一堆人挤在办公室里面外,他们哪里也不能去,也没有提供基本饮食,不懂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 但现代监视器画面指出,这张睡觉照是员工故意拍出来的,似乎是为了抗议瑞昂航空公司将这么多人塞在只有几张椅子的办公室里,拍完便纷纷起身,并非真的在睡觉。 唉,呀呀呀! 整位置 啊 猪獅 好的 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